大洞坐搜索搜到卓博元的彰化田中老家 检方前脚刚离开 卓博元弟弟卓博仲就带着母亲快闪上车 但检方不止搜老家 还一路搜到卓家的冷冻场 卓博仲脸色凝重在厂区门口徘徊 看着检方带走一箱箱正物 检方突击搜索还张化台中兵分多路 其实和卓博元的洗钱案有很大的关系 位在台中八旗卓博元的住处 这个总价将近三千万元的楼房 更是其中的关键 天底下哪有被告来搜索原告的道理 这样违法搜索的行为我们一定告到底 检方查出这东大楼里 其中一层是卓博元夫妇自己住 另一层是卓博元的亲戚住所 但是疑点重重的事 卓博元自己住的内户是一名丁信商人 代表出面向屋主买的 属是代替卓博元购买 但是资金来源不明 而且买入之后一直没有过户 也没有申报财产 除了购物盈云之外 警方另外追查一笔是三年前 卓博元的亲戚会往日本的款项 金额是五千多万元 当时还被美国洗钱防治机构拦截 也很启人一斗 一个被告身份的朱建福检察官 违法搜索原告 天使下 岂有被告来搜索原告的道理 诸多金钱流向不明 检察官分别在2月9号和3月4号 传唤卓博元 但卓博元都请假没到 最近不仅要四度传唤 还搜索博博元会在台中和彰化的住家 案情急剧升高 接着沉默会陈思源台中彰化 综合报道